Hello 大家好 我是刘雨昕 那现在12月底了 马上就接近要迎来2024年了 回望2023年的话 我们看到刘雨昕挺忙的 刚刚开完了这样的一个巡演 几站 四站吧 对 这四站的话也走过了四个城市 有没有让你留下很多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深刻的挺多的 但是有一个是 因为仙大度的演唱会里面 一直做的都是希望把这个 我们民族的原生态的一些元素 让更多的人知道 那跟很多流行的东西做结合 那我觉得在演唱会里面 其实会有很多的大家 会穿着少数民族的衣服 然后来到现场 然后会拍照 然后我会看到他们会 有传播到很多的一些民族文化吧 我觉得挺开心的 一个是来听你的音乐 另外一个还是一个文化的交流过程 对 那其实我们说 跑这样的一个巡会演唱会 其实应该是挺累的 但是和观众面对面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刺激 用刺激来形容 很释放 因为大家其实也会给我很多能量 那同时我也希望可以在舞台上 把我所有想传达的情绪也好 还是内容也好 核心也好 都告诉他们 可能相比起我们上节目 或者说自己录歌来说的话 我们是一个单向的一个给予 然后和现场的观众可以双向的一个反馈 肯定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而且我在很多喜欢雨昕的你的歌迷朋友们的评论当中 看到一条特别有意思 说演唱会结束后的感受是 小刘一定要唱跳到80岁 能不能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要求 希望80岁的时候我还可以pop 对 因为80岁的时候 希望我的骨头还是健康的 我相信是一定是可以的 不过还说回来 其实作为一个女的popper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有非常大的一个力量感 80岁唱跳到这个时候 加一 我也要加一 对 然后其实我们知道 雨昕和电影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其实也挺密切的 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 唱了一首歌 忽然想起来 来参加电影节 你觉得氛围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电影节 它比较像是偏氛围故事感 会浓厚一点 那其实像平常的演唱会 音乐节 其实它都更加的属于 可以释放压力的状态吧 但是两者都还是很喜欢的 一个是在 你刚刚也有提到 一个是演唱会 一个音乐节 可能是音乐人的这样的一个相聚 但是音乐人到了我们 电影人相聚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给大家奉献出这样的一个歌声 是不是肯定还是体验感上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对 因为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电影里面 音乐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为需要通过音乐 告诉大家 在电影里面的情节 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对 你刚刚提到了 一个特别关键的点 很多人去看电影 印象特别深刻的 除了说经典的台词 画面 那就是电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了 不知道雨昕平时 会不会爱看电影 爱看 其实爱看的除了音乐类型 音乐类型的可能波西米亚 狂想曲 爱乐之城 那可能还会看一些比较偏 科幻类的 还有这个唯美的一些题材的 一些内容 还有都市之类的 对 刚刚提到了两部电影 是不是也要可以给很多 喜欢音乐的观众 但是还没看过的观众 推荐一下 刚刚说了波西米亚 狂想曲 还有爱乐之城 好像爱乐之城最近还要重映 是什么 是的是的 相信很多观众再次走电影院的话 也能感受到那种音乐的力量 那其实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来到了2023年和2024年的 这样的一个交汇了 我们刚回顾了很多 关于2023年的一个事情 2024年有没有一些计划 或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吗 2023年对吧 2024年 有什么计划和期待 2024年我首先是觉得 就是先是一句话吧 就是希望所有事事成 事事顺 其他的计划 暂时先不透露 也是希望一切非常自然 然后但是也顺遂 对不对 那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 能不能也给中国电影 和咱们的中国的观众们 送上一句祝福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都可以龙马奔腾 一夜暴富 非常实在的一个愿望 谢谢 谢谢雨昕 谢谢 来到我们的演播间 谢谢 谢谢